拳皇格斗的赛场上 正举行着激烈的比赛 此刻特瑞却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 小女友丽娜被人绑架了 为了救丽娜 特瑞又独自跑到了黑帮走部 原来上次丽娜下毒却未忍心 让特瑞喝下后 两人的感情已经进一步加深 所谓双拳男敌死腿 敌人实在是太多 不一会就被人层层围住了 关键时刻好兄弟安迪跟东藏忽然出现 成功帮忙冲出了城尾 两人跑到天台就发现仇人急死 正在等着他们的到来 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特瑞冲上前去就直接出城 不过实力却是相当的玄奘 短短几招 特瑞就落败了 吉斯一个活动拳打住 就要解决特瑞 却是被丽娜用生命挡了下来 看着一女帮助自己的仇人 愤怒的吉斯又来了一击 要把这对亡命鸳鸯了结 关键时刻好兄弟比例东藏又来救场了 虽然是二打一 但还是被吉斯轻松解决 就在这时候满血不活的特瑞又出场了 果然是女友祭奠 把力无边 这时候的特瑞就像开了瓜一样 实力提升了好几个档子 好几个档子 好啦 好几个档子